大家好,我是Den 昨天,根據SBS電台報導 警方從英以森宇事件被逮捕的聲色場所市長口中 獲得了有關GD毒品相關的陳述 掌握了GDCNAG的線索 據了解該聲色場所是 一次消費最少會花費1000萬韓幣的高級酒店 有很多藝人和殘罰三世等常客 目前,韓國警方依違反毒品管理法已將GD立案 並表示GD與以森宇是不一樣的兩個案件 彼此之間沒有任何關聯 雖然目前只是嫌疑人身份 但因為GD曾在2011年被指控在日本西大媽 在毛髮檢測中也顯示了陽性反應 並收到檢方的緩起訴處理 所以現在韓網的反應非常冷淡 而隨著GD再次被爆出這種爭議 GD去年的採訪影片和機場出國影片等 也再次收到了網友們的關注 很多韓國網友們表示 去年GD在接受NL Korea採訪的時候 整個過程不停地移動身體說話還斷斷續續 非常不像GD一貫的樣子 除此之外在人穿國際機場等很多地方 都是不斷擺弄頭髮身體做出奇怪的動作 而引發了粉絲們的擔憂 甚至昨天也有網友整理了GD8年前 和現在的語氣非常不一樣的影片 不到幾小時就突破了100萬觀看的 收到了極高的關注 然後也有網友們在這些影片底下 發現到一兩個月前有過這樣的留言 齊勇啊如果你正在服用藥物請停止吧 你以前是那麼輕鬆愉快明智地參加採訪 聊天中深情款款地分享內心故事 但現在看採訪影片的話 一個字一個字地在說話 語速也變得更慢 如果不是因為藥物的緣故 而是因為拍攝帶來的壓力的話 是沒辦法 看了機場影片後 我受到了很大的打擊 整著一個星期去找GD的舊影片看了 為什麼這麼傷心呢 如果有人能救救綑基隆就好了 是動了很嚴重的東西嗎 唱Pom Yorung Kao Go Rap的時候 還是跟以前一樣 但在採訪影片中 你的話語變得磕磕巴巴 希望你能接受治療恢復健康 珍惜希望不要太辛苦 表示粉絲們應該已經知道了 目前在韓網幾乎沒有護航的留言 不是負面就是感到遺憾的留言 哇GD本來是個安靜的天才 採訪中他這是把一句話剪輯了幾次呢 這麼分心的一個人到底是誰 真的很像余安音的得獎感言一樣 最近的影片真的非常嚴重 就算以前曾使用大麻 但也從未達到這種程度 是停用後再次開始的嗎 還是使用了更強烈的東西導致的呢 最近一兩年感覺完全不對勁 這個程度的話 人們可能會懷疑 GD周圍的人 其實不是真的喜歡他的本人 而是喜歡GD的聲譽 無論是談戀愛還是什麼 粉絲們會最快發現到的 因為是像媽媽一樣的感情 媽媽只要看我們的眼神行動 就能知道我們有了什麼變化 因為愛 所以發現的也很快 是因為離開了YG所以被發現的嗎 不是說YG高撞了 而是一直以來護航的YG不再護航了 所以被發現的吧 曾經被抓到一次 隊友也被抓過 竟然還做 為了粉絲們著想也不該做的啊 Big Bang是很多人的整個青春呢 C那個當然要受到嚴重的懲罰 但是真的感到很遗憾 一開始非常擔心 後來看到他走路的樣子覺得有些滑稽 但現在感到有點傷心了 雖然現在已經完全不關心 但曾經是Big Bang的粉絲 我不知道怎麼就變成這樣 老實說 在國外大麻可能不是什麼大事 像朱金雄 韓正雄這樣的演員 都能重新回歸 並繼續活動 我希望他也能接受適當的治療 反省自己 然後重返舞台 哪那麼多遗憾的 他錢多到買出來了 卻選擇那樣的行為 所以感到惋惜嗎 事實上還有很多人 因為沒有錢而挨餓 如果這樣的情況 你也感到遗憾的話 那麼對於酒駕 是不是也應該感到遗憾 錯的不是人而是酒 畢竟這是他自己做的選擇 為什麼要感到遗憾呢 我曾經是鐵粉 所以真的很好奇 都擁有了所有東西 有什麼地方不足而去吸那個了呢 被曝光的話 自己人生的所有東西 都會被否定的 不可能不知道啊 我真的很喜歡你了 希望以後不要再見到了 雖然我不是粉絲 但現在被抓似乎也是好事 無論如何 通過這次事件 完全戒掉並重新做人 不是更好嗎 畢竟等待的粉絲們 會繼續等待 如果濫用藥物 真的可能走到生命的邊緣 無論如何 我認為被抓是不錯的結果 因為基地的人生 還有很多日子要活 老觀眾們應該知道 Big Bang是我人生中 第二個番上的團 基地是我第二個番上的Idle 所以今天這個消息 我也知道 就像很多人說的一樣 活該 但那些還是感到非常遗憾 私心還是希望 基地之前的成就 不要就這樣被XXX掉 對於基地被立案的消息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小火 我還不見了 一個人生中 小火 亂用 我還不見了 我還不見了